大家好,我是王金柱 欢迎大家跟我一起学习 摇杆大数据工具Google Earth Engine 今天我们来一起学习和认识 Google Earth Engine的应用程序编程接口 首先,一个问题是 什么是应用程序编程接口,简称API 应用程序编程接口 就是一个主要靠编程来完成操作的界面 跟上一次的一个图形界面接口不同的是 API它需要一定的编程基础 但虽然这提高了它的应用难度 但它的优势也是极其明显的 这样就可以调用更多的功能 适合复杂的空间分析操作 在今天我们主要认识API它的一个各个按钮 以及各个功能 从整体上讲 API界面它可以分为四个部分 一是左上方的代码及个人文件 这个部分 二是中间的程序编写部分 这也是我们实现操作的最主要的一个部分 第三个就是数据报告部分 通过它我们可以获得相应的一些数据的分析结果 而下面面积最大的 是Google Engine API的数据呈现部分 下面我们依次讲解这些部分的具体操作 以及操作的具体功能 首先API界面中有搜索 帮助和用户界面 通过搜索界面 可以搜索出来地理位置 以及所需要的数据集 我们打开界面 按照刚才的说法 搜索 重庆 点击一下就可以把我们带到相应的位置 同样的 如果我们需要的数据是Lambda Set 8系列 点击之后 它也会进行搜索 找到合适的数据集 点击Import 就可以发现 在上面的导入栏里面 又多了一行 这一行所代表的意义就在于 Image Collection 这个变量名就代表着刚才导入的数据 我们点击右上方的Help按钮 会发现有一个User Guide 用户指南 Help Forum 是一个类似于Google Earth Engine论坛的一个存在 Data Catalog 它会帮我们带去Google Earth Engine的数据集 Short Cards 是Google Earth Engine在运用中的一个快捷键 而Feature Tour 类似于帮我们带入一个向导模式 这个向导模式会帮我们认识Google Earth Engine的各项功能 Send Feedback 上传回馈 以及Suggest a Dataset 如果我们发现了一个比较好的数据集 并且这个数据集带有开源的性质 我们可以通过反馈 给Google建议让他们采纳这些数据集 下面我们来认识代码及个人文件这一个栏目 它主要分为三个部分 每一个部分又有自己相应的按钮 首先是Script 它的功能就在于存储我们所有的一个代码工具 这个是我的代码 而下面的Example 是Google Earth Engine自带的 类似于范例的一个代码 而Archive是通过某种链接或者共享方式 得到的别人的代码 Writer和Reader 这些也是通过某种不同的取景获得的代码 中间Docs Docs是我们需要认真学习的部分 但也是最容易忽略的部分 它里面列举了所有Google Earth Engine那些工程师 已经帮我们所想到的一些经常用到的一些功能 比方说我们经常计算的一个NDVI值 如果是通过编程的方式的话需要输入 Band4-Band3除以Band4加Band3 而Google的工程师已经内涵了这一个工具 我们只需要在调用这个工具的时候把Band4和Band3放入参数按钮 它自己就可以计算所有的NDVI值 这是Docs的一个工具 Asset Asset是个人的文件 在这里我上传了一些SHIP文件 这些SHIP文件是自己的研究区或者说是一些自己的实量数据 这个按钮它是展示你现在上传的个人文件所占的份额 我现在上传了105.99兆 它的分配给我的份额是250G 因此我的空间还足够 值得一提的一个地方就是这些尤其是私人数据 有的时候我们的代码里面包含有个人数据私人数据 如果我们把代码复制给别人 别人在运行的时候就有可能得不出结果 这种情况的出现是由于我们共享策略造成的 以这里为例 只有我把共享策略里面Anyone can read 勾上的时候 我再把这个代码复制给别人 它才可以打开 下边我们来看一下程序编写栏目 程序编写栏目最主要的就是 代码的录入一个功能 但是在上边还有六个按钮 它们分别有自己的功能 首先getlink 当我们点击getlink之后 在地址栏就会出现本文的所有代码 我们将这个代码复制给别人 并且将代码中涉及到的数据 共享策略 改为任何人都可以读 那么别人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代码 这也是我跟大家分享 课堂代码 共享代码的一个方式 下面就是一个save 顾名思义就是保存 或者是保存的时候 带上一个描述 run 或者run 为profile profilter 我一般点击run就可以 reset 重置 它是一个清空的一个命令 而这里是一个manageapps 这个功能的含义是我们可以在谷歌默认的图形 也就是类似于这些按钮的基础上 自己再造出来一些图形 这样的话在重复一些代码的时候 可以通过点击的命令 而这一个是对代码格式的一个要求 要不要显出来颜色 要不要纠正等等之类的 下面我们看一下数据报告功能 数据报告栏目也是分为三个细分的框 而三个细分的框之中 有两个是可以进一步操作的 我们可以看出来 首先是inspector inspector 它的意思就是去查找图中的数据 比方说这是我进行非监督分类 自动分类之后得到的一个三峡库区的图形利用图像 当我点击之后 它就会第一个显示我点击的点的经纬度是多少 第二个是pixel 我所点击的这个点一共有两个图层 其中每一个图层的三格图像 它们在每一个band上面的值是多少 也会有显示 在右边这一个按钮 点击的话它就会生成一个折线图的方式 这样的话容易我们有一个直观的观察 下面的话是个object object是一个编程的概念 类似于一个模块 对这个模块它也有相应的描述 在后边的话我们会接触到这个概念 现在了解就行 中间的一个按钮是council 也类似于一个控制台 或者说是一个检阅台 这里面只有我们利用print命令 进行输出的时候 它才会有数据显示 在这里我用print命令 输出了unsupervised的这个图层 那么unsupervised这个图层的相关信息 就会出现在council上 它有详细的band信息 还有属性信息 council的意义就是在于利用print 输出我们指定想输出的信息 这在程序的纠错和程序的调试中尤为重要 下一个task任务栏按钮 在代码中我运用到了export to cloud drive 也就是说把我中间形成的这一个 非监督分类图像输出到云里面 那么这一个task就会出现一个相应的一个按钮 意思它意味着现在就有一个输出任务 当我点击run的时候 我要进入文件名 进入我想输出的一个分辨率 进入我想输出的位置 比如说我要输出到谷歌云里面 那么我就要指定我是要输出到我的谷歌云里面的一个文件夹 以及在这个文件夹里面我将如何命名我的文件 下面我们一起认识一下结果呈现的这个栏目 结果呈现是整个视频中占地面积最大的 它除了一个google earth地图作为底图之外 最主要的是这几个标记 第一个添加标记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添加点 点完之后在相应的位置点击就可以得到点 这个是折线 而这个标志是一个polygame 我们会发现在点线面工具右边 有一个geometry inputs 它的意思就是我们点完的这些工具 会统一的在这里进行一个归纳 我们可以在这里对文件进行一个管理 对它的属性进行进入 比如说我对point 我可以规定它是一个图形文件 还是一个feature文件 图形文件的话 它就是仅仅是一个以几何的点来存在的 当我对它改它的属性变成feature的时候 我就可以改的在它这个property 以及属性里面增加字段 这个在分类 摇杆分类中是一个基本的操作 在后面接触到的时候我们再细讲 再到右边是一个layer工具 通过layer工具 我们首先可以决定显示哪个图层 关闭哪个图层 然后更进一步的我们还可以调整图层的显示格式 或者是显示效果 比方说我对这一个图像用的是432一个波段 然后拉伸的话是从0到120的拉伸 在刚才的一个分享中 我已经讲过了调整图层效果和下载操作结果 这两个操作 下面我为大家演示一下如何上传系统文件 到个人的资产的一个栏目中 现在我要把重庆的边界图现 这是一个polygon 上传到GoogleOS Engine个人资料里面 我需要做的第一步是右键 输出数据 找到一个合适的文件夹 我命名为重庆 把它输出为cheapfire 输出完之后 找到相应的文件夹 右键点击压缩文件 点击立即压缩 得到一个压缩后的文件 然后在这边 在GoogleOS里面 要点击 Table Upload 因为cheapfire 始量文件 它的本质上在存储的时候 是以表的方式存储的 我们找到相应的位置 Secure 然后点击OK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 Task工具里面 它的上传任务 就已经开始了 通过这个小问号 我们可以发现 它的一个编号 一个运行时间情况 经过一段时间的运行 它就会出现在 我的个人的财产里面 本期作为背景的一个代码 是利用Landset图像 对三峡户区进行非监督分类 这个代码我已经分享在了课件之中 大家有兴趣深入了解的 可以通过复制代码粘贴的形式 来了解 我是如何实现背景 后面的任务应用的效果的 这次就是这样 谢谢大家